新中国成立至今 我国一直致力于援助亚非拉广大贫穷落后的国家 而且基本上都是不计任何回报的 只为跟这些国家建立友好互助的关系 比如地处非洲的加纳就是我国长期援助的国家之一 中国对加纳的援助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先后累计援助金额达到了近700亿 中国真诚地支持加纳 加深了两国之间的有益与信任 假设中国又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懂得感恩的加纳也值恩图报 回馈给中国一个大礼包 将其境内价值大约5000亿美元的铝矿资源开采权全权交给了中国 这是中国与加纳两国保持长期友好关系而获得的外交受过 在这里驻中国与加纳有一万股长青 月前 非洲小国加纳与中国正式签署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 具体内容是中国将为其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 用来进行国内基础建设 而加纳则用本国的旅途矿来抵债 外媒分析称 这份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中国将获得非洲大陆上第二大的旅途矿开采权 这无疑是加纳送给中国的一份大礼 中国看似一口气洒出了100亿美金 但未来收益翻上数倍都不止 据称加纳目前已经探明的旅途矿储量高达1.6亿公吨 价值高达4600亿美元 众所周知 旅这种元素已经成为现代科技发展的必需品 尤其是轻量化技术的首选材料 比如航空航天 飞机骨架 导弹外壳结构等 在陆军武器中 枪支 火炮 步兵战车都离不开旅材 我国的旅资源其实并不丰富 但随着军工产业的高速发展 这旅财的需求却越来越大 如今对外依赖程度已经达到了45%左右 而随着军力建设现代化的推进 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上升 因此 如何解决旅资源的供应问题 就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 中国旅途矿的主要进口国是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巴西等国 但如今 马来西亚的旅矿已经开始减产 澳大利亚也并非稳定的供货渠道 为了保证旅资源能及时供应 不影响装备制造 就必须拓展出新的渠道 而加纳的出现 无疑解了中国军工的燃眉之急 此次合作 不仅我国会获得一个更加稳定的 铝矿资源供货渠道 而且还能帮助加纳加速国家建设 两国的合作也将进一步加深 可谓一举多得的好事 加纳位于赤道及内亚湾北岸 北部与林布基纳法所接扰 南部与大西洋紧密相邻 西部和东部则分别与科特迪瓦多个乡林 国土面积为23.85万平方公里 人口2950万 首都阿克拉为港口城市 航运条件便利 加纳国内主要以农林业和采矿业 带动经济发展 同时以出口业为辅助 出口商品以黄金 可可和木材为主 在这两者的共同运作下 加纳的经济总量在众多西非国家之中 可居于前列 加纳因为黄金储量丰富 被称为黄金海岸 正是因此缘由 在资本殖民时期 加纳才会被欧洲殖民者特别所看重 公元1471年 葡萄牙殖民势力入侵加纳 第一个在加纳建立其殖民堡垒 以便掠夺加纳珍贵的黄金和象牙 此后 许多西方国家先后殖民加纳 加纳沦为欧洲各国的掠夺对象 事实上 加纳不仅矿藏丰富 地理位置也非常优越 因靠近海洋 海上运输十分便利 是西非重要的中转战 所以在数百年里 各国殖民者为追求自身海洋利益 对加纳的统治权展开了持久的武装冲突 1897年 英国作为最终胜利者 占领加纳长达500余公里的全部海岸线 英国资本家垄断了当地的黄金 钻石和矿业开采业 还在当地推行单一做物质 将可可的购销全部垄断 令当地农民苦不堪言 面对英国殖民者的残酷剥削 加纳人民并没有人输 加纳人民自发开始组织抵抗 公元1951年 英国政府在加纳人民的持续斗争之下 宣布黄金海岸实行自治 并任命科瓦米恩克鲁玛出任政府事务领导人 1957年3月6日 黄金海岸正式宣布独立并改名为加纳 原先由英国托管治理的西多哥并入加纳 世界政治上出现了一个新兴国家 加纳虽然成功宣布独立 但国内形势不甚乐观 长久的殖民统治和反抗斗争 使得加纳整体经济凋敝 未来形势极不稳定 首任总统恩克鲁玛为发展国内经济 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 并积极与世界各国交流往来 其中就包括我国 1960年加纳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就在一切朝美好生活前进的时候 1966年加纳国内却发生政变 军政府的成立让加纳再次陷入危机之中 外交活动工作也因此停止 从1972年到1979年的七年时间里 加纳又接连两次发生军事政变 政局动荡不安 经济发展几乎停滞不前 失业人口也急速增加 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人民生活陷入混乱之中 不良的情绪开始大规模在社会中存在 这样的局面 直到1981年新总统罗林斯上台执政 才得以好转 加纳十几年来 混乱的国内形势严重影响 其与我国的友好往来 在军政府政变后 于1966年加纳单方面宣布 同我国断绝外交关系 两国之间的交流也就随之停止 1972年 阿昌旁政府主动恢复与我国的外交关系 两国交流沟通自此开始日渐频繁 在20世纪末期 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大爆发 加纳本来就孱弱的经济一度陷入崩溃的边缘 加纳货币大幅度贬值 物价飙升 民众苦不堪言 加纳很快成为了重债全国 加纳在即将撑不住那一时刻 向全球发出了求救信号 得到的回应可想而知 大多都袖手旁观 要么还要落井下石 在加纳处于绝望之际 我国收到了加纳求救信号 立马挪用700亿资金资助加纳 帮他渡过南关 在加纳中部省省会海岸角地区 中国电建中南院成建的25条崭新的 立青表面出置路面 道路组成的城市 内部道路网络正在改变当地居民的出行方式 当地居民卡卡阿西姆说 以前因为路况差 便不坑洞导致交通事故频发 经常有人因此受伤 每逢过车都会扬起大片的灰尘 道路预计更是泥泞不堪 无水遍地没法出行 道路改造后 人们每天都能自由轻松地到达他们的住宅 市场 学校 酋长的宫殿和其他地方 当地政府官员说 这些道路是国家的财富 也是社会包容 经济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工具 加纳由于人口增加 定居模式的改变 商业活动的增加和城市蔓延 城市道路网络正在不断变化 城市内道路网络的升级改造引入了中期后 业主DOR城市道路局认为 中期的建设模式将有助于当地顾问 工程师的能力建设 并将其作为往后建设的参考资料 并且提供了建设可持续道路网络所必须的信息和指导 以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旅行和交通需求 中南院成建的加纳路桥 LOT7市政交通EPC 总成包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25条市政道路的升级改造 道路路面宽度为7米 两侧为排水沟 厘清表出路面 加纳公路交通业内人士呼吁在道路 基础设施设计中坚持最高的安全标准 期待解决公路长期碾压后形成坑洞的疑难杂症 因为具有破坏性的坑洞将极大影响日常通行 中南院采用当地和国际公认的良好做法 和可接受标准的专业知识 有助于利用当地明确的优先选择 材料以及当地技能和经验做出最佳设计 该项目针对几何设计 道路安全 路面设计和施工以及水文 排水 路边稳定和铺面提供了详细的建设模板和指导案例 旨在确保道路的价值安全和可持续性 项目建设器将为当地培养约300名熟练的工人 及大量的操作员和工程师升级改造结束后 区域内十多万人口雏形拥堵状况将得到极大改善 近日加纳新任驻华大使哈蒙德在加纳首都阿克拉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是加纳发展中真正的伙伴 他将在旅行后继续致力于加强两国合作 哈蒙德当天走访了加纳部分中国援助项目和中资企业 他说 这次走访让他感受到中国政府援助加纳基础设施建设的诚意 以及中国企业在加纳投资新业的热情 哈蒙德说 中国是加纳重要出口市场之一 包括可可在内的许多农产品正源源不断运往中国 加纳应进一步利用好中国市场 他同时呼吁更多中国企业投资加纳制造业 旅游业和渔业等产业 利用好加纳目前作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秘书处所在地的优势 促进加纳经济增长 纯秋云 人之相识 归在相知 人之相 归在之心 我国与加纳的关系 正如同这句话所说 是相识 相知的患难之交 两国的交流沟通 也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 真诚相待总会有回报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